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9月11号 我是尼萨 美国国会密集通过了多个反共的法案 当然了我们要承认一点 现在来讲在通过的 都是在国会众议院通过的 而国会众议院现在在共和党手里 而共和党是极端反共的 其实比民主党要厉害得多 民主党还是跟老共处在一种 尽量不撕破脸 共和党就恨不得要跟老共就干起来了 对不对 那么在众议院通过之后 还要在参议院通过 但参议院在民主党手里边 但是我认为基本会通过 为什么呢 因为比例实在是太高了 你懂我意思吗 举个例子 像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 在众议院通过是413票同意 3票反对 也就是说按照这种比例的话 送到参议院也是肯定要强调过的 众议院如果只有3票反对的话 众议院只有3票反对的话 就算到了参议院有5票反对 他有用吗 他没有用 你懂吗 他还是会强行通过的 他一定会过的 因为这比例实在是太高了 这么高的比例的话 是不是不可能 区民得到的两党两院的共同的支持 你懂吗 就是说他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 大家可能就差了个1%2%而已 你懂吗 所以不会改变区别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众议院 413票赞同 3票反对的法案 送到参议院 那不少百分百吧 百分百 他才就是99%通过吧 没有问题吧 他基本上就是要通过了 这不太可能通过不了 对不对 要不然众议院和参议院 整个就蛮拧了 对不对 这不可能的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这几个 我们都来说说 这一两天通过了一堆 通过了一堆 首先是413票同意 3票反对 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 要求美国总统关闭 香港经贸办 在三个在美国办事数 全部关闭 如果美国总统不关闭的话 那么就要每一年 国务院都必须向国会 发布一个官方的书面的说明 来解释原因 说为什么不关 你那个我原因 然后我国会要审查 说的过去 说这理由合理不合理 懂我意思吗 基本上 这个如果通过的话 我看这意思 就是这香港经贸办 全部都要关掉了 就这么个意思 因为你国会413票 同意4票反对 这叫总统 总统干什么 总统拦也拦不住 没得拦你知道吗 这案子你打回来 真的 这就是香港经贸办 基本上 我估计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就要关闭了 大体上就如此了 因为你看 因为你看这比例 你就看出来了 对吧 后面只是 就是用时间 走一个过场 对吧 那么然后 还有都是351票赞同 36票反对的 但是这差不多 也是10比1了吧 对不对 351到36 这是什么呢 对抗中国恶意 影响基金授权法案 就美国国务院 将设立一个基金 用来反制中国 破坏美国国家安全 和影响美国社会的恶意行为 然后306票支持 和81票反对 通过的生物安全法案 点名了中国 叫什么 耀明康德 活大基金等5间 与中共关系密切的 生物基础公司 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联邦机构 对中国的这种生物公司 进行采购 同时禁止提供资金 给所有与这些公司 有生意往来的美国公司 只要有生意往来 就不能提供美国资金了 等于就说 不但我不能够给他们提供 民间也不允许 你懂的意思吧 好 这个基本上 你看306对81票 这个比例还稍微高一点 但是我估计在参议院通过也都没问题 这都是因为比例还是太悬殊 太悬殊了 然后还有口头表约通过的 外国对手通讯透明法案 要求联邦传播委员会公布 取得联邦授权的中国公司 披露中国对美国科技领域的渗透程度 还有口头表约通过 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 将中国的大疆 列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黑名单 禁止大疆新出场的无人机 在美国使用 但是现有的 已经买了大疆无人机 不受影响 就是你不能说 你买了 你不让用 那你退钱吧 对不对 就是买了 就是还能用 但是不许在新出场的都不行了 还有口头表约通过 脱离外国敌对电池依赖法案 就是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 从特定的中国公司购买电池 当中包括宁德时代 国悬高科等六间的中国公司 全部都不允许 然后口头表约通过台湾冲突 嚇阻法案 就是说 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 美国财政部部长 要公布所有中国高层官员的 掌握的 在海外的全部资产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哪 任何跟美国有关系的国家 只要有资产 就哪怕你存在瑞士 也必须要公布 财政部要公布 那么以前来讲 如果你把钱 你存在瑞士还是安全的 但现在已经不行了 美国对瑞士进行了施压 瑞士把什么俄罗斯的 还有一些美国需要的 全部都公布了 当然瑞士银行业 也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和打击 也就是说 你在海外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无所遁形 我告诉你说 当然现在很多中国的富豪 中国的一些这种官二代 红二代 红三代 你像连江泽民的这孙子 他们都跑到新加坡去了 把巨额资产跑到新加坡 他们觉得新加坡安全 我告诉你 如果美国财政部向新加坡施压的话 新加坡也会公布你们所有的资产 我不开玩笑 我不认为新加坡能扛得住美国财政部 美国只要不让新加坡 只要威胁新加坡 也把新加坡踢除Swift 不让新加坡中美元 新加坡立刻跪地上 就叫爸不叫爷爷叫爹 让叫啥叫啥 那不可能的 新加坡是绝对不会冒着被美国 什么经济制裁 或者什么踢除Swift 或者不让中美元 那都开玩笑 能不能见了鬼了吗 那新加坡还玩个屁 那就别玩了 你懂吗 所以就告诉你 你就在新加坡也不行 美国它就是长臂管辖 就是你要你不服不服 你就别用美元了 不服你就滚出Swift 你有哪个就是稍微发达一点经济体 敢跟美国人玩这个 对不对 美国只要一辆底牌 那就基本上就跪地上了 所以新加坡也安全不了 至于什么英国 澳大利亚 什么日本 那就更别提了 那全都是跟着美国走 以前还有个瑞士 还稍微强用一点 现在瑞士也趴地上了 你相信我新加坡 肯定也得趴地上 没有不趴地上的 除非你去什么 伊朗 埃塞俄比亚也得趴地上 你相信我 我估计能够不趴地上的 俄罗斯 伊朗 北朝鲜 你就去这几个国家 我觉得还是OK的 剩下的基本上全完 基本上 还有谁 伊朗 委内人亚可能也还行 委内人亚 伊朗 俄罗斯 北朝鲜 其他的估计也没有了吧 估计真没有了 叙利亚 叙利亚可能也还行 叙利亚跟着美国混的 叙利亚也是跟美国死对头 对吧 剩下的估计够强 沙特能够跟美国特别强硬吗 我估计也够强 那都保护不了你 对不对 剩下 欧洲基本上就全趴下 一个都不留 对 基本上 所有的欧盟北约国家 基本上全趴下 一个都不留 我不开玩笑 但是你们这些高官 在俄罗斯有财产吗 在美国有财产吗 在伊朗 在北朝鲜 你们那里有财产 你跟我说说 对吧 所以基本上 就这意思 那么就美国财政部长 要公布 所有中共高层官员 在海外的 只要不在中国的 一切财产 然后要切断中国高层官员 及其直系亲属 获得美国的金融服务 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不能入美元 所谓的金融服务 是谁要让你金融委员 就算享受美国金融服务了 然后 跟美国银行 有任何关系的 这些不能给你办信用卡 你像那个谁 以前林正月阁 不美国制裁 制裁之后信用卡 没有信用卡 用不了信用卡 只能用现金 发工资 发现金 出去买东西 花现金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它那还是港币 你如果在海外 你要花美元 我估计够呛了 然后 你怎么弄 我不知道 那么而且是 而且它一旦制裁 也就是金融服务的话 也就是说 所有你这些外国银行 你只要你跟美国 有合作的银行 你也不许给它提供 不然你就不能 跟美国银行合作 它就这么搞 最后林正月阁 在香港 香港是算中国土地 你们回归了吧 在香港 它用不了信用卡 你懂我意思吗 俄罗斯的高官 到了中国来 住房子 要付现金 不能用信用卡 用不了 在中国都 用不了信用卡 你懂我意思吗 连中国银行 都不能给它用 不能提供 提供中国银行 都要知道制裁 你懂我意思吗 你们明白 这什么概念吗 并且没收 跟中共高层官员 有关的一切的 在美国的资产 当然这个 他现在说在美国资产 但是实际上 海外他也会冻结的 俄罗斯的那些 那些人寡头们 在什么土耳其 不是在土耳其 在西班牙 在什么英国的财产 像阿布 在英国 他说逼他们 卖球队 那个谁 在西班牙的游轮 被人扣了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有资产 就全部没收了 其他地方 他会去 他就想办法 新加坡能不能保你 我持怀疑态度 我持怀疑态度 我不知道新加坡到时候 我估计够呛 如果美国要向新加坡 冻结 或者没收的话 新加坡政府 能扛得住美国的压力吗 我看也够强 还有就是说 什么叫与中共高层有关人员 马云算是跟中共高层有关人员吗 我不知道 江志恒底算吧 是不是 江志恒 这江泽民的孙子 这算不算与中共高层有关人员 我 也有点关心 好像有点亲属关心 是不是 这能跑得了吗 我持怀疑态度 那会不会 就会不会和江泽民孙子的钱都没收了 这好说吗 倒是美国说 说你挣这么多钱 都是因为你江泽民的孙子挣的 根本不是靠你自己努力挣的 你要跟美国说什么 你说跟我爷爷没关系 都是我自己努力 都是我聪明能干 这美国人他能信吗 你懂我意思吗 那问题 还有就是说 你说 这个 江志诚 我想不想 我怎么知道吧 反正江泽民的孙子 咱不说他了 他是撇不甘心 还有栗战书的女儿 是不是在海外有多少多少钱 是怎么着的 对不对 还有胡锦涛的女儿 是不是也在海外 是不是 还有这些都不说了 这些肯定是 你总不能断绝 那种灯报声明 断绝妇女关系 断绝姨孙关系 说这意思 那么剩下这些呢 这些就是说 你说马云能说 没有跟中共高层有关系吗 我觉得都够强 那他到时候下手的话 对于所有的中国的这些寡头 当然你看俄罗斯那些寡头也说不清楚 能说得清楚吗 对啊 这个好家伙 这要密多少钱 跟郭文贵一样 一共骗了14亿 然后呢 先没收你14亿 再罚14亿 弄了28亿 对不对 把你全捞走 那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中国打了台湾的话 那中国这帮人在海外的钱 美国就全部都密洗密洗了 恐怕在美国的肯定都是他的了 马云好像在美国 在哪哈 在纽约州是哪哈 买了好大的一片地 特别大 花了好多好多钱 是不是 买了很大的一片地 是吧 马云 然后剩下的还有好多的 这个 这个谁啊 司马南是不是在美国还有一个房子 司马南算不算 跟中共高层有关人员 我们 反正你看 这次弄俄罗斯 连那什么杰杰耶夫一块办了 对不对 杰杰耶夫是个什么指挥家 是不是 那是玩艺术的 一起办 司马南算中共喉舌 我觉得这要是真打了 司马南在美国的房子被没收了 司马南有地儿喊冤气 对不对 我觉得美国人如果搞一个投票 就是说中国打台湾了 我们把司马南的房子没收了 在网络搞一个投票 我觉得95% 应该都不是反对 都是真实 没收司马南房子 是不是 你这还要什么 陈平 陈平是不是在德州有房子 是吧 剩下的中国 中国这些在美国有房子很多 是吧 那你这些最后都要被公布 都要被没收的 那这美国这票挣多少钱 你们这帮人在一块在海外 我觉得 这个江泽民 据说江泽民的孙子 有什么几万亿人民币的 可交动的资产 对不对 那就是几千亿美元 剩下再加上 这个价 中国现在的富豪一出来 要是没有一千亿 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是富豪 是不是 就你说这要一起搞 美国是不是最后 我估计就这么 这会儿没收点 那儿弄点 弄个一万亿美元 我觉得问题不大 是不是 你们这帮人加一起 我觉得有几万亿人民币 弄个七八万亿人民币 有这一万亿美元 对不对 美国 这不错 这个真的是 这要什么 养套杀 是不是 先把猪养好了 然后再套牢了 然后再杀 养套杀 他们不是说 中国弄企业家都是吗 这美国 也是 也是这一套活 我觉得这个厉害 这一次还被给美国 弄个一万亿美元进来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还有什么口头表决 通过了中国货币问责法案 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美国官员 反对增加人民币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货币提款权 货币一篮子 货币当中的权重 这个实际上等于 基本上就是宣布了 国际货币组织 就不是人家了 为什么 当然他里边说 外国人管不了 管美国官员 但是实际上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实际上都是 就是美国人办的 这里面全都是美国人 说了算 所以美国官员 其实就是说了算 世界银行从来没有出过 任何一个非美国人的行长 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基本上 其实这东西 你懂得意思吗 它只是一个口头上说 我们说的就是说 我们美国官员反对 但是现实情况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 就这么样子 只是就是避嫌 因为大家都说 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都是美国的禁联 都是美国人搞的 出来坑我们的 美国一直不承认 但是现实情况 估计也就这意思 好吧 那就在这一两天这么多 这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一共八个 对不对 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 这一个 对抗中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 这两个 第三个是生物安全法案 第四个是外国对手通讯透明法案 第五个 反制中共无人机法案 第六个 脱离外国敌对电池依赖法案 第七个 台湾冲突吓阻法案 第八个 中国货币问责法案 没错吧 英国是八个 就那么几天 而且全部都是指名料性的 针对中国的 就是美国国会 现在就是你看 基本上不干别的 然后后面呢 我相信可能就会跟俄罗斯一样 就开始了做各种的宣传 宣传什么呢 实际上现在 在坊间 大家在 就是美国现在在营造一种氛围 就是说呢 就是说 俄罗斯这个民族 或者说斯拉夫民族 跟世界上全世界其他民族都不一样 它是一个特殊的民族 它就非常残炮 它历史上就喜欢侵占别人土地 其实美国的土地 也都是侵占来的 以前在北美就没有白人 你懂我意思吗 以前在北美 不管是加拿大还是在美国 实际上是没有白人的 一个白人都没有 他们都是那种印尼安人种 或墨西哥人种 那一看跟白人就不一样 是一个都没有的 然后呢 他说俄罗斯在历史上 就喜欢侵占别人的土地 还有澳大利亚以前也没有白人 我告诉你 我不开玩笑 加拿大澳大利亚 这都是世界上属于属二的领土了 澳大利亚以前全部都是那些 就是原住民 他澳大利亚现在是不是有一个 他的歪腰部长 就在这上纹身 纹着一下 那是典型的原住民 告诉你 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 这三个 可以说就是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了 都跟中国俄罗斯都差不多 对不对 但你要明白 中国俄罗斯原先就在这 人家斯拉夫民 就是发言地 但是加拿大以前全都是原住民的 美国也都是原住民的 澳大利亚也都是原住民 他们来了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全世界最 就是无从命令最大的三个国家 原先都是一个白人都没有 他们来了 就把原住民全部杀光 然后全部变成了白人的国家 然后他们告诉你 斯拉夫民族是最喜欢侵占别人土地的白人 然后他们不是 昂格鲁萨克逊不是 斯拉夫才是 你看他看完之后 你就觉得 这个牛逼大了 牛逼大了 他们反正就给你做这么一种宣传 就是斯拉民族是最邪恶 最残忍 然后最糟糕 所以我们一定要抵制他们 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里 像希特勒当年不得跟你说吗 说犹太人是最糟糕的 犹太人的每一个汗毛孔 都是肮脏的 什么铜臭气 他们钱的都是沾着血的钱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都弄 希特勒不就这样吗 然后现在美国人也好 欧洲人也好 现在跟你说 斯拉夫人都这样 我们就把所有的斯拉夫民族 全部都要独义室 弄死 但他有个问题 你知道吗 这边有个悖论 你叫什么 乌克兰也是斯拉夫民族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普京说 这是一场反纳粹的战争 你懂吗 他们本质上是一种纳粹的叙事方式 实际上是一样的 你懂吗 他们其实就跟当年希特勒 在丑化犹太人一样 他们现在在丑化整个斯拉夫民族 他们把这个民族就说的是 这种恶心的一个民族 然后你相信我 就以美国就这样 就这样 这几天八个法案 后面中国汉族 他们会把汉族说的 就跟当年希特勒说的犹太人一样 就跟现在他们在丑化 斯拉夫民族一样 最后就是说 我们这些人 我们的血液流着都是肮脏的这种血液 我们都是什么吃狗 吃耗子长大的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我们的这种本性 就是肮脏丑陋 贪婪 恶心 然后出卖别人 为自己立 就会把我们整个民族 就丑化成这样 然后会告诉全世界人 就说我们消灭汉族 消灭民族 是正义的需要 你懂我意思吗 其实就用纳粹化的方法 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说 我这场战争 是一场反纳粹的战争 是一场 就是说 要被乌克兰去纳粹化了 一场战争 你有想过吗 这实际上 跟纳粹的核心的方法是一样的 而这个东西 相信我很快 就会用到我们这些人身上 懂吗 就是说 你千万 有很多中国人 到了美国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自己是什么白人 觉得只有说 丑化这个民族 跟他没关系 他不是这个民族 他这个民族的异类 但是你这么认为 我不知道 白人是不是也这么认为 好吧 那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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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